本節目不對不特定人推薦任何股票 我所講的股票是我會員手中的股票 各位觀眾各位不特定人 不要去買買我會員的股票 到現在為止 我的所有的會員 全部都是同一檔股票 它叫4152的台委體 好那我們先看今天的大盤 來看這裡 這是19大類股 各位你看到的今天大盤是漲0.19個人 今天大盤是漲 好疊最深的是生育股 疊了4.26個人 生育股疊了4.26個人 那代表什麼意義 代表今天 我們看今天總共疊停板有16檔上市 28檔上櫃 好來看 今天所有的跌停板總共有44檔 看到齁 總共有44檔 看到齁總共有44檔 其中 單單生育股就超過40檔 因為今天跌停的幾乎都是生育股 那我是做生育股啊 我代表你只做一檔股票 它叫4152台委體 也是生育股啊 你看到跌停 不知道你有什麼樣的感觸 有什麼樣的感覺 好 假設你的股票今天是在裡面跌停的一檔 有人是有很多檔跌停啊 我常在想 你如果買個10檔20檔股票 比較少都會對 你如果買生育股 理論上都會中啊 為什麼 你買120檔啊 跌停板你一定會有啊 這兩天假日你又過得不愉快了 我做一檔 它就4152台委體 好 跌停板 同一個跌停板喔 對很多人來講 可能很辛苦了 為什麼 因為你有啊 它叫危機嘛 可是對另外的一群人來講 他們很高興啊 為什麼 因為它叫機會 它叫機會啊 為什麼 好來看這裡 這是1到5月份前5個月的 健康醫療的ETF 你看到喔 好 這前5個月喔 醫療ETF就是要買生技股啦 它不能買其他的股票 總共123.4億美金 而且還會再進來 現在已經7月了 代表說 這裡一直會一直增加 我說有可能 今年會到達300億美金 好 你看2014 2015加加也不到 也差不多到前5個月一樣而已 去年甚至 健康醫療ETF還是減少 今年突然就冒出來 好 那對 這些想買股票的人 這些跌停板 這些生技股裡面 有沒有機會 各位去想喔 所以為什麼我帶一檔股票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股票 是在這裡面的其中一檔 你是跌停的 我只告訴你 你又沒聽我的 你不理我啊 因為你們不理我嘛 你們喜歡去跟著打嘴炮的老師 什麼叫打嘴炮 掌停的時候他都有 跌停的時候他沒有 只會講掌停 為什麼看到掌停 他就有莫名其妙那種 我們叫自卑好了 有人喜歡講掌停 為什麼他自卑啊 每次股票一定要畫掌停 掌停都狗狗來 那我說你為什麼不聽我的 來我們看喔 好 這是這個禮拜嘛 7月15號 我就拿恒大跟熱映 我來分析生技股 生技股它有賣動了 好我們來看這裡喔 疫情前期以防疫 防疫跟檢測為主 這叫疫情前期 疫情前期 防疫跟檢測為主 好後段 現在叫後段 以治療跟免疫為主 好那 這叫恒大口罩跟耳溫槍 這叫前期嘛 我一直在分析給各位聽 我說其實股票市場 他就跟生活是 跟我們的生活 他是連在一起的 也就是息息相關的 我這個禮拜 我不斷地提醒你啊 你家有口罩嗎 你現在買口罩去排隊嗎 你家有耳溫槍 或是耳溫槍或耳溫槍嗎 大家都有啊 就我來講 我已經好像好久好久 沒有去買口罩了 因為我以前買的過用啊 那代表什麼 就營收嘛 他已經反應過了 我常常講 灰車鬼 他在噴鼻子嘛 好來看喔 好 1325的恒大 這今年從17漲到216 好 這是熱應耳溫槍 我是拿這個來代表啦 當然有很多啦 包括檢測啊 好 從16.45漲到157.5 這漲了12倍 這漲了9.5倍 6月11建高點 6月1號熱應建高點 我也拿恒大 拿恒大來講啊 我說恒大的老闆喔 恒大的老闆 這20年來喔 20年前啊 88年的時候 他就 成立恒大這家公司 拿了2億 2億 他大概有 30%的股權啊 拿2億 你給我漲到216 欸 漲到216 恒大的老闆 身價就變成48億 48億 我說 我老闆再打贏 我也要賣 我賣 我賣24億 我賣的 對不對 20年來 等了20年 2億變48億 不要說20年 未來的20年 可能他的三代 都不可能再賺這麼多了 除非未來 又有新的疫情 又是很嚴重的 否則你告訴我會不會 你問我好了嗎 我說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叫平衡 我們叫做平衡嘛 對不對 當一方不平衡的時候 譬如說 沒有人要買 叫不平衡嘛 他就跌啊 沒有人要賣 那就不平衡嘛 因為沒有人要賣啊 所以買賣不平衡的時候 沒有人要賣他就會漲嘛 沒有人要買 代表賣的比較多 那叫不平衡的嘛 他就會跌啊 那你告訴我 我再看一遍 我就在恒大 而且恒大 來 你到216 好我們看今天好了 1325 1325 今天呢 一定跌停 是不是 好看3373的熱映 一定跌停 7月15日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我就在告訴你 今天禮拜五 終於跌停 我不是說他不好 而是二十年了 人家等二十年了 我再問你一遍好了 你老爸 欠兩葉去成立一個公司 過二十年了 變四十八億了 你會叫你老爸賣股票嗎 你敢賣 不要說你了 親隻朋友就趕快賣 不然你本錢先拿回來 不然你連問代理又拿回來 不然你也拿幾個來借 你先買賣 我講的邏輯 所以不是針對恒大這家公司 而是這些股票漲那麼多了 你告訴我 股票漲都是最大利框嘛 好 重點又來了 來 既然這些錢要買股票 他會買生技股不可 好 買什麼 後段以治療跟檢測為主 後段啊 什麼還沒漲 治療嘛 什麼還沒 後段以治療跟免疫為主 什麼還沒漲 就治療啊 什麼還沒漲 免疫嘛 好 我拿今天最新的 我昨天也特別提到 我提到說 我請問你 這其實今天大盤會跌 來 我們看大盤為什麼會跌 在這裡 看這裡來 因為疫苗搶不到啊 可能要鎖國到明年後一整年 對不對 這邊還有 因為台灣買不到啊 對不對 因為台灣買不到疫苗啊 這個疫苗人家 人家疫苗各國都已經分配好了 我昨天也提到 我說美國生產的 美國自己也不用啊 因為疫苗 疫苗叫什麼 叫國安 國安 我們叫國安事件 國安問題的藥啊 誰疫苗要給人家 包括我也講到瑞德西韋 他也是有國安問題啊 瑞德西韋 美國錢包了啊 是不是 那確診的超過一千萬人 確診超過一萬人 一千萬人 代表說要醫嘛 那這個就是沒有啊 再看一遍 治療跟免疫嘛 未來就是治療跟免疫嘛 恒大可以漲12.5倍 火灶 對不對 爾文強可以漲9.5倍 我說下一波的主流 就是治療跟免疫嘛 對不對 除非你疫苗做得出來 台灣沒辦法嘛 再看一遍囉 因為疫苗搶不到啊 我們也沒辦法 馬上做出來啊 所以可能要鎖國到明年後 一整年啊 所以今天生技股跌啊 為什麼 口罩大家都有了 爾文強都有了 檢測也檢測大家都有了 對不對 難道沒有藥 沒有疫苗 所以來 我昨天為什麼特別提到 這叫台微體 台微體的可惜是 微脂體HCQ 它有望成為 新冠肺炎的新解方 一千多萬個 我應該這樣講啦 得到武漢肺炎 新冠肺炎的人 言之上都要看 對不對 都要看醫生嘛 那現在大部分都用什麼 萬骨霉素 就萬骨抗生素啦 最後的抗生素去吃嘛 那如果萬骨抗生素 如果沒有效就掛啦 除非你有瑞德西韋嘛 對 上一波長了很多 做抗生素的藥廠啊 然後呢 你還是要醫啊 你不醫會變成重症啊 重症就是要帶什麼 帶呼吸器嘛 重症就是非瑞德西韋不可嘛 然後呢 然後就死亡啊 我請問你 現在誰有辦法做出 可以讓輕度的 剛開始得到武漢肺炎的人 可以馬上緩解 而且甚至可以治療好的 就這個啊 就這個啊 來我們看內容 可稀釋的維織體HCQ 可延長2.5倍的匯部的半生涯期 增加匯部 暴露量達30倍以上 這個可稀釋的維織體體 HCQ 可用以匯部到達局部長效藥物 所釋放的劑量極少 為口誤劑HCQ百分之一 因為它的高劑量 口誤劑 較常見的前身性的心臟毒性要低 各位你也知道 當時川普為什麼要吃所謂的利奎嶺 你認為有效嗎 可是不能吃太多 它有毒啊 可是臺圍體研究出來的淨綠奎嶺 它是有一點叫 我們叫可稀是有一點包覆性的 這是臺圍體的專門啊 它在可避免的 在安避免的部分就做得很成功了 它就在安避免的部分 它就拿到台灣第一了 因為它在這個領域裡面是非常的 應該講會長的先進的 來 在這裡喔 看到 好 它拿到台灣第一也是 就是它 它的 它的門檻很高的 那它這個叫什麼 它這個也就是所謂的 維之體型啊 看到嗎 然後它直接把它進化到 力奎嶺 各位看到 也就是 淨力奎嶺 那代表說 你 瑞德西韋拿不到 你又不想變成重症 力奎嶺又不能吃 因為它有毒 那 淨力奎嶺 可惜式的維之體 這個會變成 未來 我說 只要我得到這個病的人 它是 應該講說 最好的 我們叫做超前部級的藥 那你告訴我 我要不要買 我當然買啊 而且我也可以看到 我說你看這裡嘛 我可以看到的是 這些錢就是要來買的 而且會越來越多 做生計的 這是一定要買生計的 那我再問你 假設你是操盤者 錢進來了 不管基金也好 ETF的錢進來了 或是 這些所謂 主權基金的錢進來了 台灣也有啊 譬如說 退休基金啊 好 這些錢進來了 假設你要去買恒大嗎 你咪咪口罩嗎 你會買熱硬嗎 耳溫槍嗎 你會嗎 我問你好了嘛 那個錢不能 他 他會去買眼神眼鏡嗎 那個 來 健康醫療一定 你說這錢會去買以前 腦袋袋的那些 所謂的生計股 買眼神眼鏡嗎 他會去買健康食品嗎 他會去買面膜嗎 他一定要買免疫跟治療吧 這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來 這生計業這是最新的 後段則以治療跟免疫為主 我為什麼要分析給各位聽 我說喔 做生計股的 有人賺很多 你不知道沒錢 他還去給他家裡陪到 做生計股很好賺啊 同樣再做生計股 好再看一遍喔 假設 假設你的股票 今天是這裡面 44檔裡面的其中一檔 那我只告訴你嘛 因為你不聽我的嘛 你把我的話當做耳邊轟嘛 我這個禮拜不斷的在提醒你 我說我會拿給你看嘛 我說千萬你們做股票不要做錯了 我拿恒大跟著硬 各位這裡叫什麼 7月15號啊 今天7月17號啊 禮拜三就告訴各位 你們要記得 人家高點已經過了 如果要看他的K線圖 他今天是破線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各位 是不是 這隻啊 是不是這隻 3373是這隻啊 我把它用記線喔 好 就這隻 是不是這隻 好 好 那 是不是這隻 你剛剛我給你看到這裡啊 這隻跌挺啊 破線啊 我帶會很揍股票 我一定都超顯不熟 好 那下一段我要講的是 下個禮拜7月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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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台灣喔 好 再給各位看一遍喔 也就是 那個叫什麼 亞洲生技大會 來 亞洲生技大會7月22號登場 好 那亞洲生技大會登場 登場 登場 剛才登場對不對 我講一個最簡單的 譬如說台灣去年 好幾年前喔 每年都在幾遍什麼 國際電腦展 對不對 科技展對不對 這世貌啊 還有一館兩館三館 人數爆滿 那科技展幹嘛 電腦展幹嘛 資訊展幹嘛 去那邊領獎品喔 不是啊 接訂單嘛 就是接訂單 你也可以去買啊 接國內外的訂單嘛 那展覽就在接訂單嘛 那我告訴你 生技大會7月22號登場 也就代表生技股要接訂單嘛 7月22號接訂單 然後呢 你到7月22號以後 你發現 新老師你有說頭情喔 譬如說美麗細胞療法 接到很多訂單 股票已經飆上去了 你為什麼 千金難買早知道 我現在告訴你嘛 那內容在什麼 我等一下講喔 休息一下再回來 1月23號 車廂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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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法的诺贝尔奖得足 还有他也拿到了糖奖 他叫本杰佑 在会场 特别邀请他 也就是众佛系 请他来分享 癌症免疫治疗的未来发展 请他来分享 癌症免疫治疗 这就是免疫療法 你看到这里你想到什么 其实政府在去年 5月就推了 他不断地释出药证 那 银鑫 癌症四期 我们看这里 癌症四期跟一到三期 那癌症四期有两万名 癌症一到三期有十万名 那总共市场大概有100亿到200亿 市场 这台湾而已 全世界有1500亿美金 那政府在去年就开始推 就有放药证 那当然 政府现在还在绑手绑脚 那没有办法有些既得利益者 所以慢慢再放 第四期 他就没有限制了 一到三期还有限制 经标准治疗无效 那这个经标准治疗无效 有可能未来就会慢慢放了 那再来还会放到医美 我有提到 现在有人偷跑了 有些贵户去做免疫细胞 做医美的 就脱两管血 起来培养 一个疗疹大概一个月 再打回身体 漂亮得像二百块 皮肤光滑 有弹性 还可以没有做 这个比买包更贵 为什么 你只要一做了 一年没有 每年没有去做个三五次 我认为你跑不掉 反正有钱也没有关系 有钱可以任性 一年花个两百万做医美 很正常 好 那我告诉你好了 既然这样子 请问 这些未来的钱要买什么 要买什么股票 这些的钱要买什么股票 就是买这里 后段以治疗跟免疫为主 我这样讲你也认为 老师那你自己讲的 我告诉你 好我请问你好了 今天的生育股 好再看一遍 好先看这里 这叫尖端医 你注意看 看到这里 它是不是创新高 五四点二 这里是一一点四四 这样涨了四点七倍 今天创新高 我请问你 今天的生育股 跌了四点二六个person 你看到了 跌停板的有多少 跌停板的一大堆 结果 来 这一档尖端医 它是创新高 生育股 四十几档跌停 尖端医创新高 它就是美丽细胞 我说目前上市上柜 有五档 其实应该讲三档而已 为什么 因为三个做七关节 它不是癌症 好 那肌肉训练 做修复的 它也不做癌症 肌肉已经长很多 肌肉就是做癌症了 好 另外一档在这里 你看到的叫肌端医 生育股大跌 它今天是真正的领头氧 它创新高了 看到 这里是54.2 创新高 它从11.44涨到54.2 这叫季线 这里拉出来以后 整理过创新高 远离季线很远了 可是真正的股王在这里 真正的生育股王在这里 真正的免疫细胞 最优的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尖端医它只有一张药症 看癌症第四期 只有两万美 可是这档股票 它是可以看一到三期 也可以看四期 它总共有12张药症 来 结果来 同样的时间 它245块在这里 尖端医股价在这里 好 尖端医已经创新高 又整理 又在创新高 可是这档未来生育股王 它还在季线这里 还在季线这里 有看到没有 还在季线这里 人家已经离开季线好远好远了 就冲了很久了 它还在这里 这里的尖端医涨了4.7倍 这里几乎都还没涨 所以我说 我要我的会员 就是在等这一档 我们这一档抬尾提 这一档抬尾提算不错吧 来 看到 今天它没跌停 今天因为 它本来是要涨停的 要涨停打开 然后 最后在这里 虽然 不抢 可是就生育股来讲 它算抢的 它算抢的 那你想一想 我说你 做一档股票 你就可以知道它的脉动 好 那下个礼拜的重点 再看一遍 我说下个礼拜的重点 真正的重头戏 就是所谓的生计展 下个礼拜 就是生计展 7月22号看到 好 那7月22号 你去想 这些生计公司 就开始会接订单了 对不对 展览完以后 那个订单接了以后 业绩 7月没有爆出来 8月也会爆出来 一直冲上来的 那你去想一想 要不要超前部署 你还有三天的时间 然后你最好是 这个礼拜 这几天 假日的时间 赶快打电话进来参加会 我们会带你 布局免疫细胞疗法 我这样讲 请问未来生计股 会不会有一千块的 很多人答案是肯定的 你认为是来党 来的话 明年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